理财APP 理财APP今天要来关心欧洲股市的问题了 成熟欧洲股市最近表现出色一连上涨10天 这是过去相当罕见的现象 欧股在涨什么 QE没有退场只是金额减半对欧股市利多吗 英国拖探派没有进展 会让英国股市甚至整个欧洲股市沉沦吗 理财APP今天连线访问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朱岳中助理教授 朱老师你好 主播去全国听众大家好 相对于美国股市今年的欧洲股市是沉闷的 可是最近却像做云霄飞着一样涨得不停 成熟欧洲股市有什么利多吗 近期的欧元区或者欧洲的 其实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利多 反而是利空的消息比较多 像第二季的经济GDP成长率还下修 那九月份公布的这个PMI出值 正是还没有公布 出值的预估值呢 也比原本预期来得低 可是我们却看到这一波欧股 从九月十号到九月二十一号 连连涨了十天 那这个礼拜一才休息了一天 然后又继续涨 这是创下二十年来最长的连涨记录 那涨了连续涨那么四出必有因嘛 那我觉得比较可能的理由呢 应该是原先市场预期说 欧洲央行会在九月十三号的利率会议中 宣布让从2015年底就开始实施了这个QE退场 结果并没有 只是让原本的这个购债金额 从300亿减为151欧元而已 甚至年底会不会退场都还有一个淡输 那QE不退场呢 其实就是意味至今会持续抑制到市场当中 那市场得到激励 所以就这样子连续涨了这么久 所以主要涨的是QE没有退场的这个利多 那主要涨的是哪些国家呢 这一波从九月十号起 如果我们用整个 这个道琼欧洲五指数来看 大概涨了3.84% 那道琼欧洲六百指数大概涨了2.71% 所以族群来看可能是大型股 因为道琼欧洲五指数是比较少数这些大型股 所以大型股找的比小型股多 那如果用个别国家来看的话呢 涨的最多的是北欧的挪威 我们要从九月十号算起 北欧的挪威大概涨了5.62% 那其次是意大利的5.29% 那法国也有将近5% 那西班牙是将近4% 那英国跟德国大概涨幅也超过3% 不过呢从今年以来呢 刚提到的道琼欧洲五指数 跟道琼欧洲六百指数呢 其实都还是下跌的 而刚刚提到的欧洲比较重要的五个国家当中 也只有法国是正报酬 大概涨了不到4% 那其他重要的国家像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 其实都还是下跌的 是所以呢欧股上涨刚刚老师有提到 可能是QE没有退场的缘故 那这个QE没有退场 对欧股的中长期影响是什么 是那欧洲央行暂时没有退场 我觉得一则一则一则一优 那喜的是因为QE不退场 那市场可以持续有来自于官方的这个资金挤注 所以有助于市场的流动性 那优的是QE为什么会不退场呢 本来大家都预期你要退啊 那是不是欧洲央行对于欧洲的经济会有疑虑 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持续来QE 因为我们知道这会实施QE 基本上都跟这件事情有关了 那我们从刚刚提到的这个 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又被下修 然后PMI指数又不如预期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好像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再加上最近美国又加码对中国这个关税的项目 这会让欧洲担心说会不会这个贸易战呢 会越来越距甚至呢会波及到欧洲 所以我想这些都可能是QE暂时不退场的可能原因 那尤其欧元区跟欧盟 他的这个CPI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 以及四个月的这个成长率 已经都超过2%以上 那这个原本是当初ECB 就是欧洲央行他当初定的目标 那现在你目标达到了 结果你QE却不退场 那不就是不让 就会让人家会有不好的联想 觉得你确实就是经济的考量嘛 不过呢因为这一阵子呢 有一些企业的财报还不错 然后再加上有些企业实施库长股 所以暂时市场看起来 还不至于有不好的影响 不过时间拉长来看 确实还是会令人担心 是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老大哥的这个货币政策 联整会利率决策会宣布升级一马 会后呢也没有用宽松来形容货币政策 老师觉得原因在哪里 是我觉得这过去这两年 其实这个货币的这个升值啊 其实已经升升到差不多了 因为你看到从2015年底开始 他一直升升到升到今年以来第七次 然后呢现在又宣布是第八次了 所以美国他持续持续升升了这么多之后呢 其实川普总统已经出来想说 哎你这个是不是升太多了 可是呢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美国的通膨 其实还是居高不下 那尤其八月份他的CPI都还有2.7 那之前甚至来到2.9 这个其实都远远超过联组会 他的目标2% 而且这个现在的这个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成长率 其实高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不升都不行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 你持续的这样子去升级的话呢 其实对企业的这个资金成本越来越高 那对经济其实会有影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联组会一方面又得升 那另外一方面呢又会担心市场会有所影响 所以呢他升还是得继续升 可是在一些潜持用试上呢 他现在已经相对就缓和 因为距离他预期要升到3%的目标 也越来越接近了 虽然他在这次的会议之后还是有宣布说 我们在未来今年应该年底还会再升一次 明年大概还会再升三次 那他不是实际讲白了 但是从他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 他大概还有这样子意愿 可是明年之后大概就不会再升了 所以也就是我们这次看到联组会的这个报告 大致上的一些含义 是联组会升息嘛 这个决定啊 对于欧股的影响是什么 是那联组会一升息呢 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会因此流回美国去 那尤其是这个联组会他除了升息之外呢 他还还有做的这个缩表的动作呢 造成说美国的这个资金是不是越来越紧缩 可是呢升息基本上会吸引了一些投资人 觉得我把钱存到美元去 那对美国我都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利息 所以这时候呢资金就有可能因此往美国跑 所以那这其中当然就包含了欧洲的资金 所以呢美元升息之后呢 可能是欧元下跌 那连带的欧股可能也会跟着顶 是所以其实美元最近有一点点利多出这些味道 走势并不是特别强 欧元好像有慢慢上来一点点 那现在美国又宣布升息 这欧元可能又会下来影响到欧股是不是 是那我们看到过去两年 其实欧洲的经济成长率其实比美国还高 也就是2016个2017这两年 那直到今年才被美国追上 那但是这几年欧元一直表现都很弱 那去年欧元对美元虽然看数字是大涨的14%多 那其实是在2016年底的时候 欧元曾经跌到了谷底 这个所谓的谷底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 那在2016年底的时候 那欧元对美元那时候最低曾经跌到 只是1.03多 当时许多的投资机构甚至畅衰欧元 会跟美元价平 那价平也就是1比1兑换的这个比例 甚至当时高盛还喊出说会跌到0.8 也就是说欧元变成比美元更不值钱 那但是呢实际上欧元并没有碰到1比1的数字 而且就开始慢慢反弹了 那就是刚刚所说的 那其实欧洲基本面并不差 但是欧元这么弱 那相较于在2011年欧债期间的时候 欧元那时候最低都还有一点一般 那有什么道理 现在经济比当时好那么多 那欧元却那么弱 所以最大的关键就还是这个QE的问题 那所以回到我们刚刚主席提到的 这个欧股跟欧元之间的关系 那就我个人的统计 至少从2012年以来 欧股跟欧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高度正相关的 也就是欧元涨欧股就涨 那欧元贬值呢 那欧股就会跟着贬 这显然就是这个美国跟欧洲资金的资金拉锯战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如果美元再升息 那有可能导致资金回流美国 那会让欧元下来 那欧元下来可能欧股又会下跌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小心的地方 是我们来看一下欧元区有个蛮尴尬的国家 就是英国 英国脱欧谈判一直没有具体进展 万一到时候要硬脱欧的话 那后果会不会很严重 让英国股市直线下滑 甚至要拖累到欧股呢 是的 打从2016年英国宣布要脱欧公投过关之后呢 这英国的经济就直直落 那今年上半年 它的经济成长率只剩下大概1.3% 是所有先进国家当中 它就只赢过意大利跟日本 这两个更糟糕的国家 不止如此 那英国的通货膨胀 甚至已经超过整个欧洲的平均值许多 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 远南已经有经济学中 所谓的停滞性膨胀的现象 那所谓的停滞性膨胀 就指的是它经济不成长 可是通膨却越来越严重 所以大家想 现在脱欧都还没有正式生效 就已经是这样子 如果正式脱欧之后 可能只会更惨 不会比较好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 英国在明年的3月31号前 能不能与欧盟完成 这个脱欧的谈判 如果没有办法 完成的话呢 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硬脱欧 那一旦硬脱欧会怎么样呢 这时候就是因为 我英国跟欧盟之间 过去的关系呢 就全部切八断 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所以以后呢 就公事公办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 以后呢 英国的这些人流物流金流 想要进入欧陆地区的话呢 你就全部得照规定 申请 就像现在其他地区的民众 你去欧洲你得办签证 你商品要输入欧洲 你就得先报官 要打税 可是如果未来英国硬脱欧 就得跟这些国家一模一样 不像现在 你都来去自如 好 可是呢 我们看到说 经济虽然不好 但是大家以为 英国股市会不好 事实上并没有 从2016年以来 这两年英国的股市 反而都是上涨 而且上涨的幅度 都是超过两位数 今年到目前为止 其实也只有小跌 大概两%多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就是因为 英镑大幅贬值 导致许多的国际投资人 趁机捡便宜 到英国去收购一些 优质的公司 那像比较有名的 像日本的软体银行 收购英国非常知名的 晶片设计大厂安某 那日本的五田制药 也收购了英国这个 Share这家制药公司 那可口可乐呢 在之前也宣布 要买下英国的 连锁咖啡店Costa 那Costa是全世界 仅是于星巴克的 第二大的咖啡连锁店 所以诸如这一类的新闻 非常非常多 甚至最近这个 中国的平安保险 想要买英国的保存人寿 哇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 原因都是因为 英镑跌了这么多 让大家觉得 哇英国优质 这么多这么好 那我当然趁机去买 所以导致英国股市 反而因此是上涨的 那至于欧股呢 会不会被拖累 那当然我们说 英国没有跌 那其他欧股 到底也没有道理 要被拖累嘛 甚至我觉得 如果英国一旦脱欧 那以前很多国家 会以英国为跳板 那这时候可能改为 直接进入欧陆 那以前伦敦 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也有可能被 欧陆的其他国家所取代 所以呢 那以往进入英国的资金呢 那可能以后就是 直接会进入到欧洲 所以我觉得 英国 欧洲的一些特定的标的 有可能因此 反而是受惠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 英国印托会拖累欧股 是 好 我们来看意大利 意大利一直是成熟 欧洲市场隐形地雷 那最后我们利用一些时间 大概30秒到1分钟的时间 来看一下 为什么意大利那么惨 股市的前景怎么样 是 我们常说 常说一句成语 就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好 那意大利的问题 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它几乎是所有不利的因素 都给予一声 像政府效能不好 贪污的问题 政局不好的问题 所以这几年 意大利的问题 一直很严重 可是 它偏偏它也不会出事 可是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说 哇 意大利怎么样怎么样 这时候股市就跌 那反过来没事的就涨 所以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意大利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死好死坏 有时候涨 有时候跌 那我想几年之内 这个问题 大概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所以我会建议说 接下来对于欧洲的投资 除了看意大利的问题之外 比较关键 还是看QE要不要退场 如果QE退场 欧元会涨 但是 这个欧股就会跟着涨 但是呢 这什么时间会涨 QE会退场呢 我们还是要多关注 所以目前建议先观望 手头上有欧股的 可以先报 没有的话呢 我建议就先不要碰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 朱月忠助理教授的说明 谢谢朱老师 谢谢